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蕊 如果你想了解最新最全最火最爆的娱乐资讯 欢迎订阅我们频道 中国好声音这一档节目呢 已经持续播出了好多年了 一开始收视率等等的都是十分高的 导师也是精心挑选出来的 不过呢,如今节目的质量一直在下降 很多人呢都不喜欢看了 于是呢,节目组就开始想办法吸引观众 在今年的夏天,邀请了导师里面就有谢霆锋 谢霆锋曾经当过一次导师 这一次再度回归 很多人都是比较期待他的表现的 不过有的人呢却并不看好他 认为他就是一个做饭的 怎么会懂音乐 死话就不对了 当年谢霆锋就是靠着音乐才成功出道 甚至是爆火的 对音乐呢很是了解 他有过自己的专辑 还创作过不少的原创歌曲 在音乐界呢可是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 而在参加2010年的春晚之后呢 他就开始了自己的世界巡演 多得了许许多多的奖项 当时呢真的是红极一时 这都是他的成就 只不过呢后来才开始当演员 现在的年轻人对他不了解很正常 他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厨子 他的成绩在之前的节目里也能够看得出来 他对于学员那么的要求很高 实际呢有点偏向于雷霆风格 不过也很耐心比较出结果 出效果 所以呢这一次的节目组请他来当导师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雷霆风这边的日子过得是有声有色 但是他的前妻张博之 最近过得可是并不怎么样啊 张博之签下了巨额赔款 这件事情呢也是上了新闻的 据说是因为违约 他的前经纪人余玉欣 曾经和他签订了几个电影的合同 并且付了定金 但是张博之却没有出演 违背了契约 不仅如此呢 张博之还不给违约金 耍开了大牌 这可把经纪人气得不行 就把这件事情给捅了出来 希望借此可以让张博之履行承诺 其实这种事情呢 在张博之身上已经出现过了好多事情 娱乐圈呢都知道他说话不算数 所以到现在他都没有什么出场的机会 完全不是当年的女神了 就连当年和他关系非常好的向太太 也对他转变了态度 向太随意说到张博之太骄傲 工作时候总觉得自己了不起 不认真做事 如今两个人都没有什么的言细了 如今呢张博之面临着巨额的配款 事业也是没有什么起色 从职业方面上来看呢 当年谢霆锋离开他的那些原因 或许并非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谢霆锋十亿的财产 全都留给了张博之两个儿子 自己分文为留 都非常的关注娱乐圈的八卦 哪个明星结了婚或者是离了婚 离了婚之后孩子们怎么办 这些问题一直都是吃瓜群众们非常好奇的 每一次都有这样的消息爆出来 都会引来巨大的关注 但是呢对于明星本人来说 有时候外界的看法并不重要 很多人呢只凭借一些图片 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好父亲好妈妈 明星本呢可能是不会出面解释 就比如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谢霆锋 面对网友们的误解呢 从来都不解释 只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说话 一现在说到谢霆锋啊 很多人依然把他当作是男神 当年他的事业发展的确非常的顺利 和张博之的结合 也让很多的人称赞是金铜玉女的组合 只是没有想到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并没有像童话故事一样走到了最后 反而是因为各种原因 最后分到扬镳 事业上呢因此受到了重创 再也回不到了巅峰时期 现在的谢霆锋呢 和自己的初恋走在了一起 在观众的印象中呢 张博之一直在努力承担着母亲的责任 将他和谢霆锋的两个孩子照顾的很好 很少会有人听到谢霆锋去看望孩子的新闻 所以呢很多人都觉得 谢霆锋不是一个好父亲 但是有的时候呢 人们并没有看到明星的全部 不能够只凭借着谣言来判断他们 二 谢霆锋的事业虽然已经不像是当年的鼎盛时期了 但是他依然有着很多的收入 因为他找对了自己的方向 利用自己的特长开发了12道风味这样的节目 又收获了一大批的粉丝 同时呢 他自己的美食品牌也不断的推出新的款式 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 所以呢 谢霆锋的收入依然很高 不仅仅是录制节目的酬劳 他的美食品牌也足够让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业人士 除了这些呢 谢霆锋的投资也非常的顺利 买了许多的店铺 光靠这些就已经一辈子吃喝不愁了 并且呢 他本人在生活方面并不奢侈 这么多的钱 他一个人是绝对花不完的 据有关人员报道 谢霆锋的家产达到了10亿人民币 他计划把这些钱全部都留给和张博之两个儿子 也是这样的报道出来 才让观众意识到 大家心目中的谢霆锋并不是真正的谢霆锋 他绝对是一个好爸爸 只是没有过多的在媒体面前表现自己 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 他一定是把两个孩子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真正的父爱就像这样 低调付出 不希望过多的回报 也不需要别人的认可 一直以来呢 大家都只是看到了张博之在照顾两个孩子 误以为谢霆锋完全不把自己的儿子放在心上 但是事实上呢 他每周都会抽出时间去陪伴两个儿子 如果孩子生病了 也会及时的出现 但是对于误解 他从来都不解释 只是努力做好自己该承担的责任 默默的为自己的孩子保障以后的生活 这就是最真实的父爱 永远是最低调的付出 不奢求任何的回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